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韩国最近确实挺烦的,去韩国旅游的人大幅度下降,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热闹预期他优,韩国观光公社旅游发展局7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月份接待外国游客约99.18万人次,较去年6月减少36.2%, 访韩外国游客人数减少势头已经持续4个月,其中,中国游客25.493万人次,同比减少66.4%,旅游发展局称,中国竞售富含团体油产品导致访韩中国游客已连续4个月大减,3、4、5月减幅分别为40%,66.6%和64.1%,受朝鲜半岛局势影响, 访韩日本游客也连续3个月减少,5月份去韩国旅游的日本游客人数仅约15.9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日本政府4月11日向访韩的日本人发布预警, 要求其密切关注半岛局势,受此影响,不仅一般游客,还有很多元计划赴韩进行休学旅行的日本初中高中也改变形成,另外,东南亚、欧美游客的访韩热情也有所降温,面对这种形势, 韩国政府非常头疼胜火,韩国国会议长丁世军6月7日出访日本,在与众议院议长大导李森为代表的日本国会议员团会面时,提出了令日本难以接受的提议, 丁世军提出,现在日韩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但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为明年的平昌冬奥会在日本做出宣传,以增加日本游客前往韩国的数量, 如果日本不能够为韩国冬奥会做出努力,那么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间,韩国政府将号召韩国民众抵制东京奥运会, 韩国国会议长丁世军不过可能会让丁世军议长失望的是,韩国出境游人次进来,却有增多知识,尤其偏爱去日本。 日本观光厅本月19日发布估算数据称,今年上半年1-6月访日外国游客达1375.7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7.4%,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按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人数最多,多达339.59万人次,同比大增42.5%。 中国大陆和台湾紧随其后,分别为328.17万人次和228.8万人次,一方面是去韩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大减,一方面是韩国人出境游增多,也难怪韩国政府焦虑,要是明年的冬奥会没有人来看怎么办。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就韩国旅游业面临的困境进行报道,并重提了韩国国会议长丁士军,如果你们不来,我们也不让人来的争议性言论。 文中就日韩旅游业的差异进行了简单分析,网上有很多人指责韩国不热情,天价打车费,超低价团,商家宰客,傲慢等问题降低游客满意度,给韩国形象抹黑。 去年6月,韩国前总统蒲景会在青瓦台主持召开提升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会议时,就韩国旅游业的问题指出,游客少的时候埋怨生意难做,忍多起来却怠慢游客,不亲切待客怎能奢望游客涌来。 一份紫菜包贩卖1万韩元约和人民币60元的宰客行为是将游客赶出门外的行为,而去日本旅游,则可以享受到放心的贴心的服务。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国游客来过之后还想再来日本旅游的原因,对此,日本网友议论纷纷,尤其对于韩国国会议长丁世军的言论非常不屑,我觉得一般的日本人不会想去,也不希望你们来。 正好,虽然这么说对运动员不太好,我觉得参加抵制也挺好的,太好了,不来东京奥运会,真棒,一个人都别来啊,绝对不要来啊,居然还有日本人去韩国,真是不可思议,东京奥运会时不让一个韩国人来日本,这样啊,请随意。 搞不清为啥还有人去韩国旅游,还有其他更好的国家吧,明明是自作自受,还不自知,真是醉了看来,感到不满的日本网友很多啊,毕竟搞旅游,口碑很重要,一旦毁了,一时半回很难再找回来。 www.517japan.com的官方